父王 丞相入秦多年 一向是强公式杜丝门 政绩也算卓著 就这么杀了 是 是不是有点 去把你两个儿子叫来 寡人想见一见 去叫 去叫 来人来人 快 请两位王孙进来 诺 孙儿拜见祖父 你们两个人说 范局 该不该杀 不认识 祖父 依秦律 犯居用人失当 应受株连 但 孙儿以为 当依律而行 才能够震慑群臣 引以为戒 你以为呢 孙儿不敢说 说 他 秦律有规定 若丈夫殴打妻子 扶耐刑 得剔除病毛胡须 当初祖母瞎促 与祖父争执 祖父失手 打了祖母一下 事后 祖父的美病不是还在吗 可见秦律也要依人而定 不认识 混账 祖父息怒 孙儿以为 范局虽有识人不明之过 但他多年来侍奉祖父 参与潮氏公政 立下显赫功劳 将来大秦图谋大业 还用得上此人 不如 让他戴罪立功 也算是 全了君臣之意 滚滚滚滚滚滚 都给我滚 孙儿告退 不认识 父啊 那 到底 你这两个儿子 谁都不省心啊 传寡人诏令 赦免饭居 有谁在提及正安平一案 斩 谨遵父王诏令 子楚 兄长 还又何事啊 刚才我 本想为范丞相求情 可话到口中 却有寻思之险 没想到 我没办成的事情 你帮我办了 还得多谢你啊 祖父结识范丞相之时 内有太后仰侯专权 外有强敌虎视眈眈 范局一手扶持祖父 排除内忧外患 成就秦国大业 如今犯了些许小错 祖父又怎忍心伤他 他召见我们 就是想让我们给范局求情 趁机下梯子罢了 好啊 好啊 没想到 你比我还要了解祖父的心思 不论如何 这个人情 我记下了 明日我设宴 专程招待你 你可一定要到 兄长一片盛情 子储 确直不恭 unlikely 如果ные